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胸口的味噌 有稍稍的感觉 有时候你会遭遇这样的尴尬 我自己还能闻我自己觉得这个味道 面对美食 有时候你会欲爱不能 我们的身体究竟怎么了 蛛丝马迹不要忽略 比那个电影上的那种潜伏的伪装性还要潜伏 健康之路都是胃酸惹的货 即将播出 老张是一个国企职员 在单位他可是出了名的大好人 工作任劳任怨 平时热心助人 人品自然是没得挑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老张却有些烦 因为他突然感觉到 大伙对他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 我看着人家一见我 就是捂着鼻子 或者说扭着脸 要不然 扭着头跟我讲话 搞得我自己也挺抑郁的 为了消除口气的烦恼 老张真是煞费苦心 于是老张把每天刷牙的时间延长了两倍 可仍然不受效 无奈之下 老张去了医院 医生给他做了一个胃镜检查 终于找到了口气难闻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是老张所没有想到的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 咱今儿的话题就要从口臭聊起 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这词 就开始捂鼻子了 所以看来口臭的确给咱们这生活带来特别大的烦恼 旅然你这个是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咱也帮着分析分析 你说一般来说 什么原因会导致口臭 我觉得导致口腔异味 就是两点原因 一个就是饮食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 你们比方说我们楼里头有一个街坊 嘴里头就有强烈的异味 但是他平时跟他爱吃这两个东西有很直接的关系 爱吃大蒜和臭豆腐 有时候拿大蒜沾这臭豆腐吃 像这个你说你吃完你刷刷牙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就说第二点 就是他这生活习惯还不爱刷牙 所以大姐伙也是见了他全都躲着走 还有一个抽烟 抽烟的人一张嘴 你真的是离大老远 你也能闻到口臭的味道 再有一个就是口腔的牙周疾病 你知道为什么牙科大夫看病人都戴一大口罩吗 这第一肯定是出于卫生 出于对病人负责 为了避免交差感染 第二真的是当病人一张开嘴之后 你透那么近 那味确实很难闻 因为很多牙周病人口腔里的细菌特别多一滋生 然后就反映出各种各样发酵的味道 行 反正让大家捂鼻子这事 咱就不劲往下说了 咱们先来说一说老张 为什么口腔里的味这么大 让他周围的人都饱受到了痛苦 今天跟我们一块来聊的还有一位专家 是来自于上海长征医院微疮外科的球鸣教授 欢迎欢迎欢迎 你看球教授 刚才咱俩把这个关于老张口臭的原因也差不多分析了 您说这个真正的原因在不在我俩分析的这个里边 实际上这口臭呢 跟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也有关系 除了这个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口腔疾病以外 比如呼吸道疾病 慢性鼻炎 尤其是最多见的是胃的毛病 这胃的毛病最多的是胃伤过多 我认为老张主要是因为胃酸过多 引起了口腔疾病 但是如果你胃里头胃酸比较多 大一会都知道 这胃酸是对 消化这些东西的 对 它应该是 那食物都消化光了呀 嘴里头这味道应该是更清爽的 怎么会是胃酸越多 它反而这味儿越重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老张是胃酸过多呢 它正常人我们胃腔里的有食物 有胃酸还有消化酶 我们食物进了胃腔以后 它是通过这些各种消化酶和胃酸 搅拌在一起 它起到一个搅拌机的作用 把食物进一步的分解 那么经过刚才一系列这种搅拌分解以后 这些食物它有酸酸的 很难闻的 包括一些特殊食品的 包括大蒜的这种味道 它都混合在一起 这个味道是很难闻的 不过您说这胃酸过多 我觉得可能用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反酸对吧 反酸酸 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您能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准确的描述一下吗 这种味酸过多相相反引起的感觉 它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最多的是表现为两点 一个就是烧心 感觉这个在我们老百姓讲 在胸口这个位置 胸口的位置 有烧烧的感觉 甚至严重的 有烧着样的疼痛 这是典型的味酸过多表现 还有一种情况 它就是有酸的物质反出来 自己就会感觉口腔里有酸的物质 感觉里面有东西往外涌 那么至于这种烧心的感觉 可能观众朋友可能有些没有这样体会的 但是只要喝过酒的人 他就有这样的体会 喝了一种六十度以上的 北京的这个小二 二过头 二过头它这个喝进去以后 会有一种烧 烧着的 从口腔一直到胃 那么我们这种烧心感觉 它是集中在这个 心口窝的地方 这也就是从解剖学上 就是在食管跟胃交界的这个位置 我们叫奔门的位置 这是典型的表现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反酸烧心吗 人体的很多毛病啊 都跟我们生活习惯有关系 也跟年龄有关系 生活中您有没有造成反酸烧心的不良习惯呢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这个毛病在七十年代没有呢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是吃了 胃酸过多也是一种富贵病 也是跟吃了多有关系 关于这个吃啊 生活习惯啊 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靶形图啊 然后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究竟哪些因素是 比较靠近咱们这个胃酸过多的 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喜欢吃甜食 一种是巧克力 还有一种最多的 像老百姓喜欢吃的红薯 对 它都是甜食味的 还有一种呢 油炸的食品 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的话呢 它本身呢 跟甜食引起反酸的这个作用呢 不是太一样 它主要是不容易消化 不容易消化 引起这个胃呢 一直处于一种长期的这种膨胀 引起那个压力大 会把胃里面的酸性物质包括食物呢 向上反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高蛋白饮食 像西方人 反酸的比我们东方人还要多 因为他吃高蛋白饮食比较多 就肉啊 什么蛋类啊 蛋类 它的一个呢 是进了胃以后不容易消化 第二呢 它也不容易排空 不容易往下排 这样也是跟刚才油炸饮食一样的 会造成我们这个胃的 长时间的膨胀 那么引起这个酸性的物质往上反 它们是属于一类的 再一个就是 年轻的朋友比较多的 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呢 它的起的作用呢 它也是就是引起胃的膨胀 吃撑了以后就往上反 有些人可能在饭桌上还没起来呢 就有这种反上的感觉 但大部分人吃多了以后 躺下来的时候 感觉这种酸酸的东西出来 还有就是轻辣的食品 它会刺激这个胃粘膜 引起这个胃酸分泌过多 再一个更直接的就是酸性的物质 这种瘫酸饮料 它本身喝到胃里 就会产生气体 产生酸 引起胃胀 它这个高度的白酒 喝进去以后 它会把我们这个胃的 这个喷门部位 把它变松弛了 刺一大法了 把这个盖子 我们正常情况下 在胃跟食管之间有个盖子 这种盖子是无形的 所以说里面的东西往下走 不往上反 多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原因造成多了 它撑了以后 它胀起来了 这个酒它的作用 它把它盖子也弄松了 这样的话 它更容易造成胃里的酸性的物质 包括食物残材 往上反 所以像这个 有这种反酸的过多的人 最好不要喝酒 再一个就是那个 现在工作节奏那么快 精神压力大 精神压力大呢 它会 从我们医学角度讲的 它会造成 通过神经内分泌方面的反应 造成胃酸分泌过多 也就是说 胃酸多了以后 正常的胃联膜 对胃酸的屏障作用 甚至都会被它破坏 所以像年轻人 最容易出现的是 食而止肠溃疡 胃溃疡 这是胃酸过多的 一种极致的表现 再一个就是肥胖 这个我觉得您说 这个没什么道理 一般你想 这人胖吧 他全都是胃口好 胃口好就是胃好 他胃好 那他怎么还能会存在 什么胃酸过多呀 这种毛病呢 这个肥胖呢 它就会造成 这个腹部的压力大 包括像孕妇 在怀孕的时候 它腹部的压力大以后 它会挤压这个腹腔里的胃 造成里面的酸性的物质 往上反 生活中 有很多容易忽视的原因 都会导致胃酸过多 再来听听专家的提示吧 吃成了以后 就往上反 再一个就是肥胖 反酸的过多的人 最好不要喝酒 那么 如果已经出现 胃酸过多的感觉 专家又会有什么 好的建议呢 下一时段更加精彩 就说这些东西 吃完了导致胃酸会让胃难受 但是这些东西 您要不让我吃呢 我可能更难受 对吧 而且呢 快到过节了 咱们大家一会儿呢 一过节都爱吃点 这一吃点 可能有时候它控制不住 那就是说 我把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 真到这种胃酸过多的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好的缓解的办法 我说的这个缓解的办法就是 能不能吃点别的 把这胃酸给它中和一下 给它压下去 您这个想法是很聪明的想法 就是说 既要满足对胃口的需求 同时也不出现胃酸的这种情况 那最简单的办法 你吃的多以后 你散散步 溜达 溜达 让里面的胃的内容物 那个食物 经过搅拌 很快的下去 再一个就是你感觉到有这种烧 有反酸的情况 你吃两片那个苏打饼干 它是一个碱性的 可以把它中和一下 就是这个酸碱在胃力 也可以中和吗 可以中和 中和了以后 它就觉得很舒服 再简单的 喝一杯水 一杯杯开水喝下去以后 把胃酸给冲淡了 但是我讲的这些 确实能起到一个 缓解胃酸 对自己不好的感觉的作用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经常用这种办法 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追求 最好是少吃一点 然后吃的合理一点 因为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原因 你吃完这么多东西 再吃苏打饼干 再喝水 那不又成了暴饮暴食了吗 相信很多朋友 第一次听这胃酸过多的词的时候 肯定也跟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差不多 无非就是吃了点东西 不舒服了吗 再挨挨就过去了吗 反正过了这阵以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 就认识了一位黄阿姨 相信您了解完她的情况之后 一定会对这件事 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家住上海的黄阿姨 也被反上来的胃酸 折磨得痛苦不堪 痒痒的感觉 就要磕色这个感觉 多年来 黄阿姨只能用这个姿势睡觉 无法平躺睡觉 这可让黄阿姨受尽了这种 为了不影响老伴的休息 黄阿姨不得不和她分床而睡 而这些日常生活中 最平常不过的低头动作 对于黄阿姨来说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要一不留神 不低话的胃酸 就会反上来 造成呕吐 反恼不已的黄阿姨 决定想一个 一劳永逸的办法 彻底告别这种 痛苦不已的生活 黄阿姨的有一些表现 确实让我们琢磨不透 又是不能平躺 然后站起来 稍微低一下头就会呕吐 那这个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胃酸 还有什么胃酸过多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搞不清楚 这就是您刚才讲的 我们前面谈的那些 不仅仅是一次反酸 甚至是表现出一种口气的问题 它这种长期不良的习惯 坚持下去以后 它就不断地会反酸 不断地刺激 我们这个胃和食管这个盖子 一旦某一天 量变达到质变以后 这个盖子彻底的罢工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你即使你吃的很少 只要胃里有一点东西 它就会反上来 医学上讲的叫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这种反流性疾病 它是一种进展性的 它是一种非常令人痛苦的 一种毛病 就本来这管跟那个 底下的这个大的胃中间 是应该有一个堵的 是吗 现在那堵坏了 堵坏了 要随时那酸就自己跑上来了 这个可能有些看过 这个医学知识的朋友 可能知道 我们身体叫气肝 有胸腔 有腹腔 这个胃呢 是在腹腔里 这个食管呢 是在胸腔 在胃腔和腹腔之间 有一个横隔膜 就相当于我们的 两层楼的地板 我们在一楼的这个胃 多了 算多了以后 它会往上顶 那么二楼的话呢 这是食管 当食管这里 它不让它往上顶的话 就在食管跟胃交界的地方 一个奔门 我们食管下端 一个叫窥越机 这窥越机收缩 它就形成一种压力 它这个压力呢 它就不允许 下面的东西 顶上来 出现反酸 但是你 刚才讲的 暴饮暴湿啊 微酸不多 量太大了以后 就像我们下雨天 住在一楼 平时那个下水道的盖子 是不会有东西反出来的 但一旦小区里 那个下水道出问题了 它就各种这种味道的 这个脏水啊 都起来了 对 这样是一个道理 黄阿姨 她这个盖已经没有了 它已经不起作用 那么她唯一能够 想让她不往上反的方法 就是站立 通过这个地球的引力 让她的食物 通过正常的这个肠道 路径走 而不要往上反 一旦她躺下 尤其是大家有个动作 铅笔掉地上的 一万一 算就反出来了 所以说她你看到 她都不敢平躺的 她必须要把这个枕头抬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重力的作用 让这个食物不会向上反 可是我在想 如果咱生活当中能够避免刚才图板上出现的那些东西 不让胃酸那么多 是不是就不会像华阿姨这样 你平时如果注意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不会像这么严重 但实际上 在国外他们经过人情当中统计的 大约有40%的人情 她每个月都有反算 就每个月至少要反算一次 有那么大的比例吗 就是把那些都注意到了 她还会有这种反算 问题是你能注意得到吗 你今天来了几个朋友了 做了一桌好菜 你就忍不住了 或者今天很累了 吃了饭了 你不想散步了 就躺下了 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至少有一次 在40%的人情当中 那么每天都反算的 在西方国家占7% 那是总刺激 总刺激 所以那门的特容易坏了 大家也不要扣分紧张 绝大部分呢 是可以通过改变习惯 就能够慢慢地就缓解了 黄阿姨这种属于一种极端的理念 原来经常反酸就成了一种疾病了 一旦某一天量变达到质变以后 这个盖子彻底的罢工 卫视馆反流会给我们的生活 造成很多不变 您知道除了反酸烧心 卫视馆反流还会带来 哪些不为人知的症状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专家 为您揭开谜底吧 卫视馆反流性疾病啊 它最具有伪装性 为什么呢 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它会影响到各种器官 我们刚才谈的是一种典型的 它这个胃酸刺激了 食管下端的粘膜 引起烧心痒的感觉 引起反酸 但是它再往上反来 反到喉咙 慢慢地破坏你的声带 你就会声音饲养 今天刺激一点 明天刺激一点 就反复刺激 它最后就造成声带的肥厚 引起声音饲养了 还有的在你躺下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每天不断地少量的酸 被你吸到器官里起来 就会有慢性器官 老是灯肺炎 咳嗽 咳嗽 甚至有些人就出现哮喘 这种哮喘是很痛苦的 躺下的时候 就感觉透不过气了 那么反复看医生 这个我们见到的例子很多 有这种哮喘疾病的 又查查出什么原因来 不妨得去查一查 是不是这胃食管反流 对 那如果查出的 确实是因为胃食管反流 造成的一个哮喘 那我把胃食管反流这病治好了 这哮喘是不是也就能好 你把它炎营治好了 它自然就好了 就可以痊愈了 你单纯的靠急速 靠其他方面 治标不治本 等到药物一停了 它还是哮喘 就是说 引起了这个 食管的粘膜发生病变 就是变成了 不是它原来应该的粘膜了 那么这种粘膜病变以后 得来有什么后果呢 它又有其中的10% 它就会发生癌变 所以这个反流呢 长期不进行治疗 它最后的结果 不是说一定会癌变 它可能会出现 前面这样的严重情况 但是至少 它跟食管癌 是有密切关系 那现在比如说 真的现在 华阿姨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该怎么办呀 最好的方法 就是首先改变自己 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 把这个产生这些 诱因都给消除了 也可能你这个病就缓解了 生活习惯改变了 它还是照样有法 那就要接受药物治疗 喝进去水以后 那么 我可以通过这个 帮助这个排空的 就增加这个胃的动力 让它喝进去以后 通过这个胃的这个蠕动 把水给挤下去 不让它残留在胃里 还有一种 的胃酸多了 我可以吃一些致酸的药 就是前面反复强调一个 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 它就是 一个是胃脏 太多了 引起个反 还有一个松 我们始终 始终扣住这样的环节 就是这松 现在的药 只能解决一个 胃脏 这样的问题 但这个松 到目前为止 没有药物能解决 你没有门 我可以通过外科手术 把你这个门给你修好 因为这个门不好看 他们说了 是这个科学机松弛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科学机的功能 给它恢复 恢复了以后 它这个门又关上了 现在在国外 对于这种疾病 都是在用微创技术来经济的 就在肚子上 打三四个小孔 通过一个 左右的一个手术修复 然后就结束了 第二天 就可以满地跑了 该吃什么吃什么 就不会担心 这种大的创伤 手术完之后 它的生活怎么样 手术完之后 当它吃进第一口东西的时候 它感到 一下子洗脚掩开了 不单 不单就是能够 东西下去 同时还阻止它上来 我们不能给它修复 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相信大家一定有 特别多的收获 最后呢 我们还要请邱教授 给我们进行一下 健康总结 来 邱金姐教授 感觉身体不舒服 就要去看医生 病不是靠里脱 就能脱过去的 一定要在正确的治疗 通过药物 通过各种方法 那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否则的话 会越来越严重 我不希望大家 出现像华安医 这么严重的情况 还是那句话 就是 反流 不致命 但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希望大家 在日常生活当中 健健康 我们要再次给大家 提一个醒 很多时候 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是决定我们健康的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要从这些方面 着手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 还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 就是只要是身体不舒服 就没有小事 一定要及早的 及时的 到医院去进行治疗 女孩脑中 凸显神秘烟雾 烟雾究竟从何而来 她与女孩的技巧举动 有着怎样的关联 拨开迷雾 探紧真相 健康之路 烟雾之祸 为您破译 生命逆满